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颠倒众生的游物,据历史记载她的一生三次,成为王后,妻子嫁给别人为夫人,一共有九个男人因她而死,号称沙三夫一军一子,王一国两清。 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她的身上究竟有何迷人的魅力,能够掀起如此大的风波? 本期《星星爱谈历史》将为您讲述这段往事,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看更多内容。 在历史中,仅仅有美貌是不会被记载下来的,能够传承下来的女性更多的是,因其对历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针对女性提出的四德是品德、言语、相貌和至佳,唯一和美貌有关的相貌一项,指的也并非长相的美丑,而是举止、端庄稳重之力,不要轻浮随便。 历史记载的更多的是墨喜、达己、包四等祸国之流,其中夏姬就被冠以了聂弼之名,并以沙三夫一军一子,王一国两清的经历被臣子用来劝戒帝王的反面案例,夏姬真的是祸国殃民之妖姬吗? 诗料记载,夏姬尚未出阁,就传言和自己的树兄公子瞒思慧,郑木公知道此事后。 自然怒火中烧,他竭力反对过,可这对小儿女不管不顾,依然爱得死去活来,兄妹相恋,古今奇闻。 也许在当时那个年代,伦理观念还不强,故儿才有这样的荒唐事,三年后,瞒去世。 郑木公对这个女儿又气又恨,未免加丑外养,不得已将她远嫁给了陈国的大夫夏玉书。 陈国远离郑国,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候,夏姬的过去自然无人知晓。 夏玉书仪表堂堂,又身居高位,和夏姬自然琴瑟相和,恩恩爱爱,两人在夏玉书的封地珠邻,度过了十年的甜蜜时光。 期间,夏姬为夏玉书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夏征书。 可是天不罪人愿,诅咒再次降临在了夏姬的身上,正值壮年的夏玉书,突然病亡了,郑木公也派人接走了夏征书,一向充满温馨和欢笑的朱林,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这一年,三十出头的夏姬依然容颜亮丽,身姿婀娜,光彩照人,浑身散发着成熟妇女独有的魅力。 陈国的大夫孔宁和宜行妇仰慕其美貌,先后不请自来,败倒在夏姬的十六群下,心甘情愿地成了夏姬的入母之兵。 不久后,陈国国君陈灵公也慕名而来。 三人还争风吃醋,千方百计讨取夏姬的欢心,完全将国事朝悟,抛诸脑后,夏姬则周旋于三人之间,先是送给孔宁一件紧当,在宜行妇新生嫉妒时,又送给他一件自己贴身的碧罗如,以示安慰, 有位大臣看不下去,向陈灵公觐见,却被这君臣三人害死。 如果说陈灵公与孔宁,宜行复通于夏姬尚可作为三人和更多人心照不宣的情形存在, 那么大家都穿着夏姬的贴身内衣以细语朝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不仅仅是正人君子难以容忍,就是号称开放包容的现代人。 估计都惊呼辣眼睛,无论夏姬与多少个男人在暗夜的光影下发生过情愿或不情愿的肉体关系, 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着被尊重的需要的人, 而对于因他而起的谢也之死,夏姬的心上恐怕也会有侧侧的浅痛, 而最痛苦的一个人应该是夏姬的儿子夏纸书。 随着年龄渐长,夏纸书对于这些勾当越来越厌恶, 每次听说陈林公要来注意,他就找理由避开,眼不见心不烦。 夏纸书长到18岁时,身强体壮,武艺高强。 陈林公为了哄夏姬开心,决定让夏纸书继承老爸的司马官职掌管兵权。 夏纸书出于礼貌,邀请陈林公到他家吃饭,孔宁和一行妇当然也在受邀直恋。 当时夏姬在自己房间,夏纸书在宴席中招呼陈林公和大臣们。 他们喝酒喝多之后,开始说胡话,陈林公说夏纸书长得很像自己, 宜行妇也说夏纸书长得很像自己, 然后他们越聊越远,越聊越让人听不下去。 夏纸书爆发了,他先将老妈锁在房里, 然后安排人手,封锁大门,准备干掉这三个人。 一场乱斗之后,陈林公中见而死。 孔宁和一行妇从狗洞逃跑,陈林公都被射杀了, 太子武也觉得危险,果断跑到了晋国。 夏纸书自立为陈侯,当了国君, 夏纸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陈国太后, 孔宁和一行妇一路逃到楚国, 请求楚庄王为陈林公报仇,并极力宣扬夏纸的美貌。 两个大臣为了报仇,就跟楚王说夏征书在陈国为非作歹, 陈国如何没有人道,楚庄王就出兵灭了陈国, 把夏征书给车炼了,夏纸也被俘虏到了楚国。 但夏纸的事情,不是楚国讨伐陈国的理由。 这件事情,从陈国国内来说,林公这是旧游自取, 一个国君无耻到这个地步,实在是该死也该杀, 但那个时代,国君在荒唐,也不该由陈子来杀, 这就给楚国的讨伐提供了一个理由。 楚国讨伐陈国杀的是夏纸书,没有杀夏纸, 也就是从道义上来说,楚国征伐的是士君的夏纸书, 不是和陈林公有不正当关系的夏纸, 也许有人说她是郑母公的女儿, 但当时郑国已经自身难保, 楚庄王将其嫁给乡老并没有征求郑国的意见。 实际上,这家事情的根本原因是楚国崛起之后, 要参与中原的政事,当遭到周王氏的拒绝以后, 他们采取了迂回策略,转而向东北发展, 而陈国正好处在这个发展位置上, 也就是说,楚国伐陈氏不可避免的事件, 早一天晚一天必定都要发生, 只不过夏纸书的士君给了楚国一个最好的借口罢了。 陈国灭亡后,不知怎么回事, 孔宁与怡行妇这两个好色之徒最后也离奇死亡了, 要说夏纸的魅力有多大。 在陈国灭亡后,夏纸被带到楚庄王面前,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夏纸的美貌给惊呆了, 连楚庄王都咽了咽口水, 想将其收为自己的妃子。 这时候,有个名叫乌臣的大臣站出来反对, 却对楚庄王说他是个被诅咒的人, 跟他有关系的男人都离奇死亡了。 陈国甚至也因为他而灭亡了。 楚庄王无奈, 便将这个夏纸赐给了刚刚丧偶的楚国贵族连饮香老。 你以为乌臣是一个不尽女色的忠臣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想自己得到夏纸而已, 不过可惜的是, 为他人做了嫁衣。 乌臣出身于楚国宗族, 又名屈乌, 自子灵, 曾为楚国深陷的地方官。 顾约申公乌臣, 左传中乌臣与夏级的关联始于楚讨臣下, 夏级入楚后庄王御纳之, 乌臣反对说攻打陈国是为了讨伐有罪的人, 而一旦纳了夏级, 就变成贪图美色, 对君王的名声不利。 本来最终的赢家是连饮香老, 但他也没想几天艳服就战死沙场了, 而他的儿子黑药连父亲的遗体都不顾, 便堂而皇之江树母夏级给霸占了。 夏级为此感到羞耻, 决心主动回娘家郑国, 寻回王夫乡老的遗体。 乌臣为了得到夏级, 把原本要带给齐国的国礼。 做了聘礼, 带上夏级, 资奔到了晋国, 从此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楚王知道真相以后, 直呼好家伙, 这家伙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欺君犯上, 忘恩负义, 楚王把乌在楚国的财产抄家了, 宗族全都屠杀, 泄心投掷恨。 当然, 作为春秋名士, 乌也不是好欺负的, 为了报仇, 他投靠晋国, 帮吴国强大, 让吴国晋国联合攻打楚国。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春秋五霸的楚国, 也因为夏级的魅力, 简洁被灭了。 那时候, 夏级已经五十岁了, 给乌生了一个女儿, 他们的感情也十分要好。 据说夏级虽然已经五十, 依旧是不老神言, 不是一枚打针为耻的那种僵硬的不老, 而是皮肤吹弹可破, 由内而外散发少女气息, 一举一动, 仍然万种风情。 其实夏级的影响, 远不止开头评价的王一国二清, 陈楚二国因他被灭, 从而导致了肇事孤儿的故事, 吴国强大, 导致了后来越国, 也被灭, 但是越王卧心肠胆, 稀释范离的命运。 楚、 剑、 吴、 岳的混战, 跟夏级关系很大, 甚至写春秋的历史, 都逃不过要描述夏级, 若不是正式记载, 真的很令人难以置信, 历史上称他为妖姬。 但从现代观点看夏级从来没想过, 骇人也没欺骗过男人, 无心参与政治, 他只是长得美貌, 欲望比较强烈的女子罢了, 如果他有罪, 美应该就是他的原罪。 夏级一生魅惑了无数男人, 国君, 清相, 明氏, 皆为他倾倒, 简直走到哪或到哪, BOSS打几根他比都弱爆了, 假如要开个红颜祸水评比大赛, 夏级绝对是第一名, 他不用被人冤枉, 他是真正的红颜祸水。